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的影片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了今天是2023年的9月18号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9月期止 在今天开低之后 形成了一个区间瑕福整理的行情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9月期止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9月期止开盘开低在16757 开完盘之后 没多久先来到早盘的低点16734 接着再反弹到今天的最高点16796 接着再往下灌杀到今天的16715 那严格讲起来今天的区间只有81点的空间 这个空间并没有很大 可是还是有两段行情可以操作 第一段行情从开盘到最高点的这段行情 大概有60点左右的行情 第二段行情从最高到最低 这一段行情就有80点的行情 那两段行情加起来还是有140点的行情 关键是要如何掌握到这140点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早上绝对不可以直接做空 那如果今天早上做空的话 很有可能刚好会停损在今天的最高点 所以早盘的方向是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今天的高点转折 也要掌握到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操作起来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多空方向不能错 第二件事情高低转折要掌握 如果这两件事情 你都能够做得好的话 那每一天台子期的当冲 你绝对都可以把它当作提款机 可是问题来了 今天开这么低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看到上个礼拜 美国股市重挫 台北股市的夜盘也重挫 很多人在早上都会因为感觉的方式 而想要去做空 那我也讲过了嘛 如果你要靠感觉来操作指数的话 那你的胜算永远只有5成左右 而且这是毫无根据毫无科学依据的一种方法 久而久之你这种方法自然就会毕业 为什么呢 因为胜算只有5成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成为赢家 胜算如果没有7成8成以上的话 绝对不要去做期货 因为你绝对会毕业 因为这个做期货还有人性的弱点 好那问题来了 今天早上怎么样知道说这个可以抢便宜去做多呢 那当然是有方法嘛 这个方法等一下我就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这个大盘又回档修正 现货甚至也跌幅超过200点以上 到底接下来行情应该怎么看待 到底是多方架构改变了没 我想我也会透过技术分析 跟大家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好讲到台子期的当中操作 我说过了 每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先看一下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是在五日均线之上 就代表今天是多方控盘 不管开低开高 那如果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是在五日均线之下的话 就代表今天是空方控盘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虽然是开低 但是开低的幅度并没有很大 只有开低27点 那开低27点的时候 这当时加权指数的位置 是在五日均线之上 最右边这根K棒 这根黑K棒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早盘的并不是空方控盘 而是多方控盘 我们看一下说明 加权指数开低27点 在五日均线之上 多方控盘 9月其实虽然开低147点 但是基本上 今天早上是多方控盘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我们的家族成员 冯拉回做多为上策 换句话说 今天早上开低的时候是可以减便宜的 因为早上虽然开低 但是它仍然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今天严格讲起来是一个多方控盘 早盘的时候 是多方控盘 可以先抢反弹 然后来到这个高档地区 把多单出掉之后再往下做空 所以今天冯拉回做多就是一个最佳的策略 尤其是在开盘的时候 那怎么知道开盘价可以做多呢 等一下透过我们的实战操作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做多的一个秘诀 好 那么大盘会不会因为今天的重挫 而改变它整个结构呢 我们不要拆 不要用感觉的方式 这个很多投资朋友 我看过太多了 感觉今天大盘又跌了200点 好像行情结束了 接下来要往下杀了 这种感觉的方式 你觉得能够长期当做依据吗 我相信投资朋友从过去到现在 有很多人已经用了感觉 做过了无数趟的一个交易 如果说感觉可以让你赚钱的话 那你不可能看我的直播 因为你已经是市场上的赢家了 所以感觉这种东西 我再讲一遍 它是非常不科学的依据 你一定要慢慢的改掉这个坏习惯 那什么才是真正科学的依据 就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红就是红 黑就是黑 你永远不要用感觉去判断行情 就拿今天来讲 如果你问我说 接下来大盘的行情怎么看 我会告诉你 大盘依然是有机会挑战前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ACD 并没有因为今天大盘的重挫 而变成死亡交叉 所以说只要MACD在黄金交叉的情况之下 就代表目前仍然是多方的一个架构 那多方的架构如果要改变的话 当然一定要先形成死亡交叉 在没有形成死亡交叉之前 你告诉我说大盘要开始往下跌了 那完全都是猜测 那我不做这种猜测的工作 毕竟我带的会员人数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就线论线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说明 MACD的柱状体在零轴的上方 MAC跟DF目前还是黄金交叉的一个状态 多方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空单只适合短线当充操作 而且从形态各位可以看到 之前在7月份它跌了1000多点 是因为这里形成一个M头 那现阶段M头下来之后 我说了它现在在做打底的工作 各位可以隐约看到 目前跌下来的这一段行情 它形成了一个英文字母很像W 有没有看到 很像W 那W在技术形态来说 它是一个主体的一个 形态 代表说大盘有机会在这一波主体完成之后 很有机会在年底的 第四季作战行情当中会有表现 打底的越扎实 年底的第四季行情就会越凶狠 所以说 这个17463有没有机会过 我认为在今年年底之前 是有机会挑战成功的 只要这里打底够完整 然后只要能够占上1万7 后面的行情我认为会又快又凶 所以一定要把握第四季的行情 有做股票投资票 这个第四季的行情我认为非常非常有机会 可以赚一波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KD指标 那KD指标目前呢 还是介于20在80之间 所以大盘还是会持续做整理 我们看一下说明 KD指标的K值低值RSV 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 大盘区间震荡 支撑就观察这个底部 两只脚这个底部 大概是16300点左右 那压力呢 我们就先观察17000 那上次上个礼拜 其实上个礼拜大涨 它已经挑战成功了 今天季线再度失守 所以在这里很有可能会形成整理 毕竟季线是一个多空交战的一个分水岭 第一次来挑战如果说没有成功的话 基本上它就很容易整理 而且第一次来挑战通常不容易成功 为什么 因为当第一次来挑战的时候 很多人买在季线位置的人 他有可能会想要卖掉先观望 所以说季线第一次挑战不容易成功 那当然只要在这个地方持续整理完毕之后 那季线一旦站上 再同时越过17000 后面的行情就会海阔天空 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了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 就会分享给全体的好朋友 如果说投资票 你也想得到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 完全不需要你花任何一毛钱 只要各位愿意做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天天取得 做什么事情呢 只要各位愿意加入 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技术分析资料 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直接扫描这张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N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技术分析资料 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的好朋友 请你在加入之后 记得一定要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当你第一次加入我们LINE 如果没有回复888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想让你加入 也看不到你加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把这份资料 直接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NE里面 因此为了要能够确保我们能够看到你 并且知道你加入LINE 请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的话 记得一定要回复888三个数字 让我们知道你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我们才能够把资料 直接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NE里面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这份资料 会在每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 在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会直接张贴 所以各位 当你扫描QR Code加我们LINE之后 只要到对话视窗的记事本 每天早上9点半去看一下 我们都会把这份资料 直接张贴在记事本里面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善加把握利用这个记事本的功能 这实在太重要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大盘 接下来的趋势怎么走 也想要看一下 杰帅每天 所写的这份技术分析资料的话 是可以利用我们记事本的功能 每天早上9点半就看到 欢迎各位 踊跃的来关注我们 记事本里面的资料 好 那为什么要学技术分析呢 学技术分析最主要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讲过了 学习技术分析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的胜率从5成提高到7成 甚至于8成以上 我想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你在没有学过技术分析的情况之下 你来操作这个期货的商品 你的胜率就好像是用赌博的方式 只有一半的几率 为什么一半 因为你用感觉来猜测行情 就跟赌博没什么两样 猜测多或空 这两种方向而已 猜对了 你也不敢赚大钱 为什么 因为我讲过了 胜率只有5成的人 为什么不可能成为赢家 因为操作期货还有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当你赚钱的时候 你也不晓得 因为你是用差一点 所以往往赚一点点 你就会跑光光 那赔钱的时候怎么办 人性的弱点会让你舍不得停损 所以你会赔一大段 在这种小赚大赔的情况之下 你有多少钱 金三银三早晚会输光 所以我说了 绝对不用猜测的方式来操作期货 你早晚会把钱输光 好 可是投资朋友可能这时候又会说 老师啊 你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真的很忙 我上班 我事业都很忙碌 我哪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可是我又想赚钱 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 而且有效的方法 当然有嘛 结帅在这个金融市场上20几年 我学技术分析也学了很多年 我最主要的目的 学这些技术分析 就是希望能够将自己所学 来帮助全国的投资朋友 那我也知道 全国投资朋友有很多人 是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的 所以我就把这我一辈子以来 所学的技术分析的逻辑 再结合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研发出一套 期货的超盘软体 它叫大碳级期货系统 在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指标 叫做闪电指标 所谓的闪电指标 就是利用人工智慧高速运算的方式 再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8.45分一开盘 它就可以直接判断多空方向 你看这个指标多重要 一开盘直接告诉你多空方向 比你在那边拆来拆去 还要更直接 更快速 而且是用科学的方法计算出来 当然准确度一定比你高 那开盘这样你就可以直接进场 这就是当中必备的领先指标 就拿今天来讲 开盘开低到底该做多该放空 投资朋友 如果你还在拆的话 我建议你放弃这个方法 直接安装我们的大碳级系统 闪电指标会直接给你答案 进场做多 今天开低啊 我跟你讲 找盘一定有很多软体叫你做空 因为开太低了开低147点 可是我们的系统闪电指标 却直接告诉你要做多 所以如果你只有大碳级系统 今天开盘这样你不可能 空在地下室 你懂我意思吗 你会先做多 做多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个行情 它冲到了16796 那独核运动这套系统 知道这个16796附近 必须把多单出掉 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系统除了开盘价 可以计算多空方向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还能够计算出当天的高低转折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是一部精算的计算机 除了开盘价可以计算出多空方向出来 它同一时间也能计算出今天的转折多点 转折空点让我们知道说哪个地方多单要出 哪个地方空单要补 就拿今天来讲 今天我们系统一开盘 它就算出来预挂做空的点位 应该是在16795 你看厉不厉害 开盘价做多就算了 它还算出来这个16795 可以在这个地方预挂做空 这就是电脑厉害的地方 它的计算速度以及精准度 绝对比你的人老还要更快速 更有效率 所以转折空点出掉多单之后 你就可以赚它76点 两口多单赚76点 接下来16795空单进场 一笔单又是两口大台值 空单进场之后行情杀到了16715 这个地方系统可不可以算出来 这里就是转折买点呢 既然可以算出转折空点 自然就可以赚出转折买点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系统 告诉我们预挂做多的点位 叫16718 这简直吓死人了 这个转折空点16795 转折多点16718 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你有这一套系统之后 你怎么需要还要靠这个感觉来猜测呢 完全不需要嘛 用科学的方法 转折多点出掉空单之后 这个空单再赚154点 接着哦 这个16718可以再做一趟多单 最初做一趟多单之后 来各位看一下 12点24分 软体会员按照今天的转折点操作 建议短线操作价差30点就可以出场 所以最后这一段 还是可以多单再赚60点 因为两口单嘛 一口单赚30 两口单做60点 所以今天总共有三趟交易的机会 第一趟交易开盘价直接做多 来到了系统规划的转折空点出掉 先赚76点 这是做多哦 接着放空16795 来到系统规划的转折多点 718再出掉再跌154点 然后最后转折多点再做多 抢个短多 30点之后出掉 再赚60点 三笔交易的结果 共计涨跌几点 290点 所以你只要有工具 就算行情再小 你基本上你都可以操作个两三趟 也可以赚到相当不错的价差 所以公寓散其事啊 真的必先利息器啊 我也讲过 现阶段啊 你的操作的一个方式 如果还是用人脑判断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因为人脑判断的速度 完全跟不上电脑判断的速度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每一次在做多的时候 往往都是来到了高点地区 你才做多 或者当你要做空的时候 都是行情跌了一段 你才开始做空 那像这种追高杀低的方式 你根本赚不到便宜 而且很有可能经常 追高杀低 常常被多空双疤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做期货 一定要有工具 不要再相信你的人脑 因为你的人脑速度太慢 要相信工具 工具判断的速度绝对比你快 也比你精准 所以 操作期货一定要有专业的操盘软体 好 以上是今天台子期日盘的一个交易 讲完了日盘交易之后 我们紧接的要来谈一下 这个上个礼拜五的台子期夜盘交易 讲到这个夜盘交易 我说了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商品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白天都有一份工作 那白天有一份工作 你当然就有一份收入 可是晚上回到家之后 如果只是在家里休息的话 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可以利用台子期的夜盘 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再赚一笔收入 我认为这是最轻松的一种操作方式 那当然我也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下班回到家就想休息 完全不想看电脑 完全不想盯盘 更不想一直盯着软体画面来看 所以我说了 我研发了出这套人工智慧操盘软体 真的是非常符合人性 我知道投资朋友下班之后 你不想盯盘 所以我们的系统 已经有所谓的盯盘功能 这个盯盘功能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们的系统现在有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帮助投资朋友盯盘的一个功能 怎么盯盘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的会员朋友 都直接把这套系统安装在他们的 智慧型手机里面 我想智慧型手机 现在每个人都会随身带在身旁 不管你在干什么 我相信手机都不会离你太远 那你只要把我们的电脑画面打开 再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休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完全不用一直盯盘 当我们的系统出现任何的做多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你就可以耳朵听到我们的系统 发出来的声音提醒叫声 当你耳朵听到叫声之后 你只要拿出手机来看一下电脑画面 到底出现什么讯号 你再跟着做动作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的话 听到声音再看讯号动作 操作起步就不需要盯盘 因为它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讲到操盘软体 我相信投资朋友也使用过坊间 很多操盘软体 但是为什么一直不能够成功的赚到市场上的钱呢 因为坊间的一般的操盘软体 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操盘软体 它会同一时间给你很多的模组 给你很多的指标 让你自己做选择 让你自己做判断 那我请问你 你要这种软体有什么两样 跟你自己乱拆有什么两样 软体给你之后 给你一大堆指标 一大堆模组 你还要自己选自己拆 那干脆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就好了嘛 所以一套真正负责任的专业操盘软体 它必须要很清楚让你知道 我到底要看什么指标来操作 才能够赚钱不是吗 所以为了要改善一般软体的通病 我可以把我们这一套系统的 当充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充指标 那如此一来 我们的会员朋友就绝对不会选错指标 也绝对保证 跟我在这个直播节目所讲的指标画面 是百分之百完全一模一样 绝对没有任何造假的空间 那做法更是人性化更是简单 来各位 只要你看得懂箭头 你就知道怎么使用这一套系统 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有简单吗 是不是很简单呢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有没有很简单 这个符号你会不会看不懂 你完全看得懂嘛 看到箭头向上就做多 看到箭头向下就放空 看到星星符号代表你手楼上部位 就可以停力出场 所以我们的系统只有三种讯号 小学生都看得懂 你怎么可能看不懂 好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实战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台子席的夜盘是重挫大跌 那重挫大跌的它所产生的一个空间 是比今天的日盘还要大 那怎么样掌握到这一段大段的一个空间呢 很简单 只要你拥有大碳级 期货系统 在上个礼拜五的夜盘 你真的会大干一票 因为它只有一个交易讯号 就是箭头向下的交易讯号 各位想想看 当你下班回到家 你在不用钉盘的情况之下 这个箭头一出现马上出现叫声 你听到这个叫声之后 只要去做一笔空单 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 这里出现个新兴符号 这里空 这里把空单补掉 一口空单你就大赚162点 不就是又轻松又简单的一个动作吗 这样一个动作就可以让你获利32400块 32400块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一天的薪水收入 有没有32400块 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一天的薪水应该没有办法到3万多块 如果你一天有3万多块 代表你一个月 应该月薪将近百万 一天3万多嘛 将近百万 那我想大多数人应该很少有人月薪超过百万以上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这一套大碳级期货系统 因为你白天赚一份薪水 晚上也可以赚一份薪水 任何人都可以 只要用我这套工具 你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上星期五 轻轻松松 3万几块你就赚起来 当然这3万多块赚起来之后 你可以干什么 可以把它存起来 当做家庭里面的一个必要开支 比如说房贷 比如说车贷 比如说小孩子的教育基金费 有了这些钱之后 你的生活负担就变得更加轻松 你就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跟老婆或先生的感情自然就越来越好 家庭就幸福美满 所以我说了为什么一定要利用台子期的夜盘 因为当你的经济生活好转的时候 你家庭生活自然就会幸福 这是一定的 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 所以我说了 如果你觉得你白天工作 这个薪水收入 真的让你的压力觉得很重的话 不妨利用这个台子期的夜盘 让自己的收入再多一份出来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套专业的工具 不管做台子期的日盘或夜盘 通通你都记得一件事情 你的人脑计算速度 永远跟不上 AI人工智慧计算的速度 所以这个人工智慧的优势 就是它是电脑运算快速精准 绝对比人脑更快速 绝对比人脑更精准 第一时间就可以带你掌握转折 就像今天开盘价 当你还不知道要做多做空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在第一秒时间 它就计算出来 开盘价可以直接做多 那再加上它是一个科学客观的工具 它不会带任何的感情 该多就多该空就空 不会像你一样每次看到行情 总是在迟疑总是在犹豫 而往往当你真的进场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常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追高跟杀低 常常被多空又双疤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了这套科学的工具 它就可以帮助你 完全排除人性的弱点 那当然 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买鱼送吊杆的活动 已经推广一年多了 我们决定在9月底 就把这个活动结案了 各位仔细听一下 我们有三大商品 大碳级系统 奇充讯息 选充讯息 所谓的买鱼送吊杆就是买一种商品 我们会直接再送你一种商品 但是这个活动 到9月30号之后 它就会结案了 把握最后的倒数优惠 今天是9月18号 对不对 再过12天 再过12天 买鱼送吊杆活动 正式结案 所以把握最后的倒数优惠 欢迎直接加LINE 回复599 或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 0800 370 8888 我必须要斩钉截铁告诉大家 这个活动到2023年 今年的9月30号 就全部结案 只剩下12天 所以想要 享有这个买鱼送吊杆的活动 请把握这最后12天的优惠 买一种送一种 每一种都可以享受半年的会期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用最轻松的方式 来操作期货 也欢迎大家 跟着结帅的脚步走 财富就自然有 好 今天由于直播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归追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直周五 准时收看 五期东增财经新闻YouTube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有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硬笔子 真工作